这个越来越吵杂 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代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可以专心倾听这块土地 可以安静聆听自己真正声音的地方 民国86年公共电视法三组通过 民国87年公共电视在7月1日正式开播 从那天起不同团体有了可以发生的频道 这个族群也有了可以放心交流的地方 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军团与赞助支持自己喜欢的节目 让公共电视台持续守护台湾 美不是目的地而是一种能量通道 一旦感官赶上了艺术的热血创意 世界就此不同 你在那里面统本质的程度 会不会是否代表את clearer 先生先 важно 请不介绍 公司的音乐节目《优质、郭元》是音乐人的最佳音乐台 透过公司电视团队的精心策划 用不一样的角度带您体验生活的真 领乐文化的善 欣赏艺术的美 我要讲公司要的 听个是一千叙 处理 作者最美失忆的雙眼 总能搜出躲在平凡生活背后 那个璀璨独特的光芒 我要跟谁在一起跟谁结婚 那个我的事情 不要逼我可以吗 我给我的话 我们便是关注各类议题 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 我们希望透过戏剧的诠释 它怎么漂亮啊 呈现各个阶层 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生故事 最真实的土地 最勇敢的脚印 最不可思议的光彩 所有感动开始发生 故事结束的现场 就在公共地市 同时创作也同步记录 会我们的社会贡献很大 为我们的社会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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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批判 眼瞳不启蒙 也为喜爱观赏的朋友 保留了一个理想的收视场域 公共电视希望用客观的方式 反思事件的意义 还原历史的真貌 努力台湾的纪录片 拥有独特的在地观点 与多元事点 带领观众重新思考 社会议题 你今天怎么会 红彩不来 我们这红彩 从这里见读